正利者四驅龍 打開 打掌手機車 大家還記不記得四驅小子呢? 不要以為四驅車就過了時 其實還有一班熱血的粉絲在玩 而且定時還有比賽 車還改得好像會飛 四驅車高峰時期是2015年 當時還車的人數大約有四五千人 到現在仍然有四五百人是街黑粉絲 年齡層來說 小學生到大人四五十歲的車手 年齡層夠廣之餘 還要是男女都合玩 別以為只有男生玩 大家看看阿欣 大家好 我是阿欣 我玩了四驅車差不多一年了 我最初玩四驅車的原因是 我在街上看到一盒很可愛的四驅車 玩四驅車當然離不開改裝 不過車是否就是越快越好呢? 出事了 很多人以為四驅車快便可以贏 但其實穩定性是更加重要的 需要一些穩定性的幫助 例如提架 令你車的製震方面更加好 還有一些減速的系統 例如煞車 除了提架之外 我們還會增加一些制震燈 效果其實就是 令兩輛車更加穩定 還有就是控制到它的配重 例如尾加重了 可能車下地下 就會有一個 對的角度下地更加漂亮 基本上現在我們的車輪 都會做一個磨薄的處理 令它的回彈更加小 在下地的時候更加穩定 而渡輪方面 每一輛車最多只能夠裝爐粒 而渡輪的功能 就主要幫助它轉彎 摩托其實不是快最好 所以按每條軌的設定 是選一個適用的摩托 以最穩定的速度回來 不說不知 原來玩四驅車 還有很多專業工具 這個裝輪器 就是幫我們裝四驅車的車輪 這個穿輪器 它是打穿的車輪 令它的軸更加深 這個驅車板 它是幫我們調整車的 煞車高低和水平